哎呦你这样做是吧 你拿着那个碗签 碗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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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拿摩彩卷 民众全几成一团 一不小心 还有如骨盘全导成一片 现场失控连连 二十八日 北市举办重阳登山活动 没想到却造成 二十三名长者见血 让北市府打算 再花三百五十万善后 补送宣导品 我们大力处是负责采买大鱼筋 这部分我们是由一般事务费 就是我们的那个登山活动的 一些宣导费用来致应的 强调也有检讨报告 但当初花了一百零七万 举办登山活动 准备七千份赠品摸彩卷 没想到却超出预期人数 现在为了补偿多出来的 一万三千人 将送出每份五百元的宣导品 虽然原本估计要砸六百万 但因为大量采购压低成本 加上油资 花费还是得至少要三百五十万 让议员痛批 根本是省小钱花大钱 如果不是因为柯市长 当时为了柯克这一千五百块的 禁脑津贴 又为什么需要办这么多 禁脑也好共产养的活动 来拉拢老人家的认同跟支持呢 所以我觉得市长 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该给老人家的 不管钱的多寡 该给禁脑津贴 就赶快重新再发放 针对长青族的部分 你的票本来就已经很少了 在这一天 你为了要办长青的活动 来拉拢这些 向这些长青族示好 反而违背了原本的一个用意 我只觉得说柯文哲 柯市长 你现在的长青票 更让这些长青族 不愿意支持你 蓝绿议员不买单 齐痛批 毕竟柯文哲当初大刀阔斧 删除重阳禁老金 如今想再施舍给予 不但没人买单 还演变成渐险事件 想靠砸钱挽回流失的 长者选票 现在看来 只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欢迎讯闻 柯华民旅家横台北报道